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北韩呛48小时开战 飞弹射程 还一败台湾 加州斯托克顿市 成为美国第一个破产的城市 还有多少城市面临破产呢 塔利班分子袭击法院 至少有53人死亡 欧马尔会是下一个 兵拉断麻 时事求是但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洪淑芬 今天节目来宾是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 陈一新教授您好 欢迎到节目中 各位观众好 在今天的教授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深入的点评 那么昨天北韩的新行动之一 就疑似将一枚新型的中城 无水端弹道飞弹 运往到了东海岸 而且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现在看起来是一触即发 北韩军队更是宣布了 获准以无情的手段攻击美国 这等于是对美国开战 而且开战的日程就在这两天 一往美国跟南韩联合军演的时候 北韩就会文攻武贺 拉高分贝 但是演习一落幕 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 也跟着会解除 不过这几个月发展下来的局势 好像不太一样 这敌对的态势更加明显了 教授您所看 是不是战争即将真的要开战了 我想这战争都是在北韩的领导人 金正恩口中 我觉得是一种 基本上是一个虚声恫嚇 这Bloving Bloving的这个 它就是一种战争边缘游戏 但战争边缘游戏的最重要一个原则 是不能让它变成战争 因为一旦变成战争 这个北韩领导人 自己就会成为被追杀的对象 就跟当年宾拉登到处逃窜 海山到处逃窜 利比亚的领导人 戈拉费到处逃窜 一样 那么所以我想 金正恩 他情报应该很正确 了解美国 跟韩国的这个一个联合的打击力量 也了解美国跟日本的一个美日安保条约下的联合打击力量 他前几天才宣布 美国的这个有美军的基地 包括横须赫 三则 还有这个冲绳的基地 就是那么都是美国的有美军的 所以说他情报是正确的 不可能说他没有情报 所以说他既然知道这个情报 当然也知道 美韩跟美日的联合打击力量 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他以韩国现在的兵力 包括核子弹头的飞弹 假设有的话 我相信他还不一定 一般专家不认为他能够把这个核弹微型化 装在飞弹上 所以他 而且射程也没那么远 大不动飞弹最高大概能够涵盖日本南海没有问题 那么再打到这个冲绳都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应该不在射程之类 那么除非他再发继续发展 但是继续发展要靠这一次 他不能够就结束 他假设在这一次轰炸美军的基地 结束的话 他能够轰炸日本的美军基地 也能够轰炸南韩的美军基地 还有南韩的部队 但是他一定会遭到惨烈的报复 美国跟南韩在一九五零年代 五三年停火协议之后的就 每年都有一个应变计划 都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更新 那么美国跟日本的一个联合安保的一个行动 也是不断的更新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北韩假如要孤注一职的话 当然可以得逞于一时 但是很快就会被消灭 那么所以说这也是中共跟美国 不断的通通热线 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务委员 就是杨洁篪 以前是戴炳国 现在杨洁篪前任的外交部长 正正在跟美国的国务卿凯瑞通话 那么那么南韩的普警会 也跟美国的这个官员在通话中 而且跟国安顾问都有密切的 都密切保持联系 那么当然美国也派到最先进的武器 以前我们从来没听 不晓得的 我们只需要有这个X波段雷达 可以侦测 台湾也有 我们上次侦测北韩的火箭飞弹 我们比日本还早 可以说七秒钟 就非常厉害 日本赶快引进同型的飞弹 但美国还有海上的巨岩 就是海上的X波形飞弹 那么这个SBX3EI 那个就是非常大 在海上可以行动的 那么这个飞弹跟部署在冲旋的SAD 高空拦截飞弹体系 是结合的 那么这个你来看 只要北韩一旦敢动武的话 那这些反飞弹飞弹会拦截北韩的飞弹 即使拦截不成 北韩也立即将遭到惨烈的包袱 但是虽然说您所见 北韩金正恩还不至于敢发动战争 不过他也是言之作作说 就是在这一两天了 就要发动战争了 而且他其实也很了解说 美国他的战力如何 不过我们看到 北韩自己本身 从去年12月之来 那么他也做了盒子的事报 他其实动作也是蛮频繁的 盒子事报是有 没错 他的火箭飞弹 都也达到一定的水准 比起五年前十年前 确实不可同而言 但是要把核弹微型化 是一个很繁杂的工程 没有高升的科技来支持的话 是做不到的 另外飞弹射程也是 虽然北韩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提升 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北韩的飞弹稳定性还不够 要在误差反应率设助目标 是有一定困难的 但是这也是他可怕的地方 因为你飞弹准比较不可怕 他打什么就打什么 飞弹不准拦截也比较好拦截 飞弹不准才更可怕 也不好拦截 因为你算不出他的轨道的动向 那么这就是北韩的飞弹 现在还在发展中 他这次根本武器可以说不成熟 而美国已经派了第一线的战机 轰炸机 航空母舰 驱逐舰 潜舰 那都是还有包括刚刚谈到 这种X波段雷达 那都是让北韩会吃不消的武器 这些武器呢 不要说北韩吃不消 连北韩的老大哥 中共都望尘莫及 好 刚刚提到其实有 美方他们掌握的一讯息 也认为说北韩它的飞弹 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搭载 这个核子弹头 所以其实它的攻击性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假设是传统弹头的话 北韩也会遭到报复 因为这有很多人怀疑说 现在的南韩是女性领导人 蒲警惠 那么他会不会像比李明博还软弱 我认为是好相反 李明博其实第一次天安剑事件 你可以说情况不明 你可以不立即报复 但是最后呢 第二次的盐平岛轰炸 那就严重了 那个李明博没有报复 显然他是有点软弱了 那么蒲警惠决定不会这么软弱 因为他是将门之旅 第二个他是第一个南韩的旅大统领 他假如软弱的话 就会被证明说是旅行不够强硬强硬 所以他一定会很强硬 他一动美国也跟着动 而且北韩已经在这个几年前 美国就把这个军事指挥权交给南韩自己来负责 所以南韩有足够的力量 至少可以做前几次打击是可以足够的 那也许还不够的 要等到美国支持 好 这是北韩他的动作频繁 除了说是因为美国跟南韩之间的军演之外 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不是因为南韩刚选出了这个总统 不警惠的关系 所以北韩特别的动作频繁 这就是甘莱迪刚刚上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苏联的领导人赫鲁雪佛 也在测试甘莱迪的Nurves 还有Minitary Muster 军事的肌肉 还有他的神经 是不是够大条 够能够撑得住这个危机 所以发动了一个古巴危机 那么甘莱迪最后证明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珠湾危机失败 所以他得到教训之后 开始改进他的一些领导作风 所以把危机变成转机 让苏联屈服 那么这次呢 北韩当然领导人 当然也想测试一下 这个普警惠的神经 是不是够大条 够能够挡得住 他所发动的一个军事危机 同时也要看看普警惠 是不是有领导三军的权利 最近南韩的国防部长 金宽正自己提出一份资料出来 就证明好像普警惠 好像还要听国防部长 不是他来下指导旗 而是变成国防部长 向他下指导旗 也可能普警惠的军事的知识 不够广泛 那么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说 这也可以让北韩甲情报工作 做得好了 可以判断出普警惠 军事尝试是不够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更可能下手 好 教授我们就来听听 这个南韩国防部长金宽正 他对于整个事件的看法 他似乎呢 是觉得这个北韩 应该是不会发动战争 好 这个金宽正他认为说 现在好像没有征兆显示 北韩要为全面战争来做准备 所以其实南韩他们所收到的讯息 也是如此 我想不只是美国也大部分 只有少数的军事专家认为 这个金正恩呢 他因为比较难以预测 不像他的父亲金正日呢 这个还可以掌握他的一些过去的 从他过去的一些行为 包括天安剑 包括这个沿平岛轰炸 都还可以掌握他 他是可以说玩战争变远 但还能全身而退 那金正恩美国就不太确定 因为他的金正恩的性格非常复杂 又一方面他有点天真 喜欢儿童玩 还喜欢儿童乐园类似的那种游乐场 也带他的太太去玩 那么另外还引进一些西方的手机 包括引进我们的三星 不是三星 他不用三星 他用HTC 三星手机是蓝寒做的 他不能用 那么那个苹果的手机 又是美帝用的 所以他也不用 所以引进我们的 所以这里面金正恩的性格 要去研判还不容易 我们金正恩的性格 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这次除了南韩的 这一个刚刚讲到 国防部长的一个反应之外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 哈格尔 他也有一些说法 我们请听听听听听 哈格尔 其实美国也不敢大意 因为撤出南韩长达9年的美军第23化学大队 现在也重返了南韩的美军基地了 所以其实美国还是有一些在布局的部分 美国的布局可以明显地从他派出来的 军内的部队 军内的战机 轰炸机 潜舰可以看出来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把这次的 北韩的挑衅当作一个演习 美国跟南韩之间本来就已经两次演习 4月份还会有三次演习 那么现在4月份美韩之间的演习还没到 现在反而是真正接近战争边缘的一个演习 更具有教育的作用 训练的作用 那么所以说来讲美国有时候 常常是这次美国奥巴马上来 第二任上来之后 要想再推出他原来的再平衡政策 很多人批评 认为这个再平衡政策应该再平衡一下 结果现在北韩又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justify 让这个再平衡的政策正当化 所以说有时候北韩真不知道 是帮助老大哥中共 还是帮助美帝 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美国化学指护案怎么说 我们看到美国跟南韩之间的军事演习持续在进行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北韩这位领导人金正恩 刚刚也提到说他因为很年轻才30岁 所以美方也没有办法去预测他 依照以前像他的父亲那样的一个行径 他曾经有一些经历来预测他的这个人 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也有一点点 觉得有一点紧张 因为对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那么再加上这一次 金正恩他其实把矛头指向的就是美国了 好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则报导 猪八戒最新造型 你要看出来他是谁吗 没错就是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 北韩的几个官方网站 四号被世界最大的骇客组织 匿名者大举进攻 金正恩的头像被换成了 手持钉耙的猪八戒 下面还有文字侮辱他的莽撞和冲动 但是金正恩一连串的挑衅 却成功地让他战尽版面 不只是推特上热烈讨论 搜寻网站上也全是关心韩战的人 美国媒体统计光是过去的几个星期 北韩就已经被搜寻了超过一百万次 比第二名整整多了十倍 还没三十岁的金正恩上台以后 如法炮制父亲和祖父的策略 而且加倍挑衅 把威胁矛头指向的美国 扬言要发动核武攻击 还没经过历历的他 到底要操容到何时才会罢守 原本对他所期待的西发 又再给了金正恩狂人图仙 这个金正恩目前难以预测 教授 那么西方对他目前很难以掌握 金正恩其实他会不会比他的父亲 更像一个狂人 他父亲其实还刚刚我们讲的 他还能够控制 再把战争边缘再拉回到 虽然这个就算是有点 没有说如他父亲所提的 是要摧毁什么南韩 摧毁美国 但至少他还能够全身而退 那么金正恩就比较不同 他性格也有 刚刚我们说的讲了 他有个天真一面 也有个残忍的一面 他对于那些过去 曾跟南韩谈判的一些官员 把他们处死 另外对他不信任的一些 北韩的军官 他把他们送到一辆车上 然后遥控炸弹 把他们都炸死 这次你可以看到 一些骇客 把骇进了北韩的一个官网 官网然后把金正恩描述成 这个出发界 我们可以看到 1980年来 雷根政府 雷根总统曾经 不是他自己 当然是手下人 去把这个戈达费 描述成一个奇奇怪怪的旅人 那就是 也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先兆 当然这次还是要等北韩发动 那么所以说这次来看 美国派的化学兵是防范未蓝 派的这个高空拦截飞弹体系 是也是防范 但是美国也有 重温的打击力量 美国一个性格就是 你只要对美国 严重的不利的话 那美国的报复是 这个百倍十倍 一百千倍甚至 那么你可以看二次大战 美国轰炸了这个 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美国后来是用原子弹来结束 所以说这个 他的报复是无穷的 所以金正恩其实也了解到这一点 他应该了解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南北韩 因为北韩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区了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哪一些影响 我们稍后回来 石球市带领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洪淑芬 今天节目来宾是 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 陈一新 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深入的点评 在三月底的时候 北韩曾经威胁要关闭 受国仅存的开城工业园区 外界还在胡疑 这北韩到底会不会杀掉 自己那一只生金鸡蛋的母鸡呢 结果没想到 金正恩还是出此下策了 好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开城工业园区 它到底是位置在哪里 那么包含 它其实是有123家的韩商 在这个地方设厂 有861个南韩人在管理的 北韩有5万名的劳工 在这里工作 年产值大约是20亿美元 那么北韩的工人平均的薪资 是每个月4800块的新台币 这个价钱是远比 南韩大陆人工便宜 好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 它的地理位置 其实它是位在北韩的边界 而且它是距离在首尔70公里 距离人川是50公里的地方 好 我们看到呢 没想到 这个当时 这个南北韩呢 唯一这个经济合作的平台 现在就这样消失了 是不是双方就要玉石俱焚呢 因为这个消失 当然还可以再恢复了 最多是 现在眼前的问题就是 这860几个南韩的人呢 可能会遭到断粮的威胁 或者是甚至变成人资 那就更可怕了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封锁了 去边界封锁了 那么这些问题呢 会带给南韩很大困扰 就是也会对未来 要不要再延续当年的 金大宗的北方政策 或者陆宣的繁荣北方的政策 那么这样的政策 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检讨 李明博证明它可能还是对的 就是比较强硬 李明博最不够强硬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严明岛 严明岛轰炸的时候 没有采取立即的行动 然后说北韩再第三次攻击南韩的话 那才会不够行动 开城工业园区 其实是在鲁武宣 总统时代的时候设立的 但最早说金大宗就已经 已经跟之前就北方政策 就是跟北方和好 跟北韩和好 他希望是一个繁荣和原的一个 他们有很多 南北韩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只有高层的接触 有部长级的接触 有总理级的接触 甚至有领导人的接触 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种 是一种top down的一种政策 bottom up是像两岸之间的 就两岸人民之间来往为主 那么其他的高层当然也有 但不像南北韩那么多 那么这个top down的后果就是说 你人民没有接触 容易产生很多误解 就看领导人一线一念之间 那么这个问题 开城的工业区 一个工业发展区 当然是帮助北韩的 南韩也在常常 南北韩有冲突的时候 尽量不去关闭一些 像金刚商那种观光区 也尽量不让北韩的 这个工业发展受到阻挠 南韩已经尽量维护了 但是这个北韩这次 也实在是有点过后 所以联合国的民进长 班纪文说 这次北韩可能走得太远了一点 其实开城工业区的 商会主席也说 希望南韩政府 在这个时候要赶快出面 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听听他怎么说 这个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会主席 其实他也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也提到 现在目前有850位的员工 还在这个商城里面 还没有出来 有点像是软禁的情况 很可能就软禁 软禁的话就是当作人资用 那么至少南韩也不敢 太攻击的太猛烈 那么就算要报复 也就是总会留一手 所以这个金战恩你说 他好像这个天真 这个有点天真到 忘掉美国的压力 这个但是呢 他还是有留了一手 就是必要是 等于把人资在手上 你不管美军也好 南韩也好 都不敢太过分 恐炸北韩 所以目前这850人 等同是他的人资在那边 然后软禁在那里 好 其实我们看到 在2003年的时候 陆宇宣就是设立了 这一个园区之后 其实魏北韩也创造了 一些经济的 上面的一个帮助 但是其实在2009年 李明博时代 也曾经关闭过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现在 因为梁北韩当时 没有什么严重的危机 严明老师 天安剑事件还没发现 天安剑轰炸也没出现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双方还缓和了一下 在金正恩 我刚刚也说过 金正恩他是比较 头脑清醒的 他虽然会狂妄一下 比如说一下子说 六方会谈已经死了 结果当然也没 后来在他认内 也没有恢复 但是至少他不会 把事情搞到 像他的儿子那么大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情况 好像不太一样 但事实上这次南韩也是 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 认为不会出大事 最多让金正恩叫嚣一下 但没想到金正恩这次 把这个火越玩越大 但是现在有点不好收拾 我所知道的是 金正恩已经派了特使 到北京去 要求北京的出面 这个就是斡旋 或者调停 那么假如这样的话 金正恩可以留下面 而且他对国内还会追留 说金正决定展开 仁慈的一个一面 对美军南韩网开一面 那这种话也会 美韩像南韩以前 美国给他稻米援助的时候 他都说这是外国来进贡的 就当成是外国进贡 对所以他们都 那是金正恩的时候 金正恩的时候 现在会不会这样 我相信也差不多 好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个开城工业研区 的确也是帮助了北韩 在经济上发展出 不错的一个成果出来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谈一谈 这个我觉得开城工业区 等于是像 像其他国家的那种工业区 工业区都是比较能够 创新有创新工业 而且有创新的产业 那么总经 我想它的产值 也不过二十亿美元 事实上是为不足道的 但对北韩这种国家来讲 二十亿美元仍然很大 因为北韩今年往 今年都是靠外国援助 不过有时候呢 北韩连他的老大哥 中共都敢欺骗 有一次北韩旱灾 他就向中共要求粮食援助 中共送了一船粮食很多的 然后北韩说 这个粮食来的时候 都已经腐化了 我们把它决定 就是希望你再送一条 中共又送了一条 要把原来内灶收回去 他说那个船 因为腐化 造成瘟疫 所以把它全部烧掉了 所以在北韩就连骗了两条 这个中共的学者 常常跟我们提的 就是连北韩就连着老大哥都敢骗 那么他在外面当然是更是 虚声动吼的机会居多了 那么这次开城工业区呢 这个产值虽然只有20亿美元 但对于那么一个穷困的北韩 也是不无小补 好我们看到说北韩的工人的平均薪资 每个月是4800块钱台币 这个薪资呢 其实当然比这个南韩的工人 还要便宜的许多 当初吼宣在设立这一个工业园区的时候 其实他是不是除了和平 这个繁荣的这一个表面的情况之外 他是不是其实内部也是希望能够借用 这个北韩的工人 便宜的工人这个部分 我想不完全是 因为韩国有 韩国自己的工人当然工资很贵 他最主要是让北韩 因为北韩需要这个钱 因为南韩给不给他 他有别的地方赚 你看南韩的这个 南韩的这个 他的视野多大 在中国大陆都很早就布局了 要赚在中国大陆钱更多 所以这个赚北韩的这个廉价劳工 不是卢武宣的本意 但只是想帮助北韩 来度过他的一些 让产生一些效油的作用 产生一种发酵的作用 让北韩劳工更觉得 这个是这边收入会比较好 那么让大家更 但是北韩在这个一个 可以说现代的一个 共产主义的恐龙 已经是一块绝种了 就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都没有了 北韩这时候比较保持了完整的 越南都已经变形了 中国大陆更是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化的一个共产主义 所以说只有北韩 这是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博物馆 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一切 在共产主义领导之下 北韩人民是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在边界做工的人还可以听到一点 在非边界的这些北韩的人民 根本就完全跟外界隔绝 所以才会相信 金正 金日成 金正日 还有金正恩三代 祖孙的这个谎言 但是这个工业园区 难道不会成为是一个指标 那么其他慢慢的慢慢的去渗透到 他的里面的一些人民 造成一些 北韩他就非常限制 北韩去参加的工业园区的人 都是千条百选出来的 北韩派到外面的官员 也是千条百选出来 不是说 这个跟一般国家的外交 他们都是千条百选 才能到外面外地去工作 在这种工业园区工作 也是经过决定不会受污染的人 他才敢放心让他去做 一有怀疑 就可能被调回去 或者被像那个一些 跟南韩有谈判经验的军官 都被处死 所以说北韩到现在 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 虽然也有国人也有去观光 但基本上大概很多人 对这种国家的观光兴趣 不是那么大 最多只好奇而去而已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 除了这个南北韩 有这样的一个特区之外 其他比如说东德西德 或者说其他的国家 在以前曾经有这样的 一个合作的模式吗 北越当时他是完全是 全国都是接兵 连妇女小孩都可以当军人 北越跟南 越南跟越北不一样 另外东西德 我西德东德都去过 东德的建筑 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灰蒙蒙 或者黄蒙蒙一片 没什么色彩 西德变化万千 东德基本上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 但他有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 他博物馆不下于大英博物馆 他从各地掳掠过来 德国当初掳掠过来 都在东德那边 东柏林那边 所以说这里面这些国家 当初东德跟西德要快统以前 德国人也已经有很有计划的一个民族 他都准备 西德都准备好 但是东德一统一之后 很多东德境内的那些人 就纷纷抢走了西 德西的一些资源 还有教育机会 工作机会 所以德国人要花了二十年 现在才慢慢才回复 但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复 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美国内部的问题 包括了经济 加州的斯托克顿市 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破产的城市 在美国还有多少的城市面临破产呢 等一下我们继续的点评 十一球十一带领掌握全球进行市 我是洪淑芬 在美国旧金山东北方 一百三十公里处 有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 叫做斯托克顿市 在四平一号呢 被美国联邦破产法院裁定 进入到破产的程序 这是美国第一个破产的大城市 那么在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开始呢 其实他已经是欠下了 大约七亿美元的债务 还有两千六百万的年度预算的赤字 这个破产城市呢 只是一个开端 好我们就来看看呢 美国学者说 其实这个事件呢 最大的受害者是债权人 好最大的受害者呢是债权人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的来宾是 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 陈一新 教授来到 节目当中 为你做深入的点评 好教授是不是在美国 像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的城市 其实也是面临破产的一个窘境 其实美国的城市有很多形态 有一种是选出来的市长 也有些是委员会制 也有人是 也有城市经理人制 通常交个经理人制的话 是比较好 因为经理人他付权责 会赚钱 甚至就算不能够为城市赚大钱 制造 那这个城市的营运不成问题 那么刚才一位叫做说 这个政府 借钱给政府 所以就是债权人会受害 借钱给政府是发行公债 一定是市政府发行公债 那么现在政府破产了 那债权人那个债是废纸 这过去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拿到 国民政府时期拿的公债 想要向政府逃 政府都已经逃到台湾来了 当然就不可能付 那么美国这样也有重心 拿到一个市政府的公债 也是废纸 那么这个时候交给 他就看谁去接管 可能本来原来是选市长 说不定改制 改成经理人制 由一个经理人团队 来负责这个城市营运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演员从政的 你看Cleanse Wood 他就在一个城市 我忘了是哪一周 西部某一个州的小城市 选上的市长 小市长 那么他好像认略还好 那个时候经济还不坏 并没有出事 没有像这次出大事 加州这个第十三大城市 会产生这么一个惨状 就是和整体加州 还有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关 加州在阿洛斯瓦辛格 做市长的时候 做州长的时候 财政营运非常不好 那么当然市也影响了市 你没办法给城市补助 当然这个城市就自行发公债 才会造成 等于是银行借钱给政府 然后政府发行公债 就卖给人民 那人民拿到最后 是一个最大的受害人 就是废纸一张 那么这次呢 我看这个 未来是不是一定会出现 要看美国的这个失业率 会不会继续下去 失业率假如还是维持 7.5以上的话 那这种情形是不无可能发生的 假如再往攀升的话 更严重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看这个 美国的这个经济情况 会不会改善 减资会不会有产生效果 减资产生效果 但是呢这个效果是不是正面 对经济发展的正面 大家减少支出 那么政府的这个市值 就自然会降低 那么这个都是要看一连串的 这个后续的经济政策 不过奥巴马现在 他在他的国心职位里面提到 美国要把创新产业留在美国 而且发继续发展 包括人老的这个 就是人老的那种基因的汇图 这也是一个新产业 另外像Apple公司 他要尽量留在美国生产 你刚刚讲到奥巴马 其实他也有点作为 他就打算了要自动把四十万的年薪 减少百分之五 这个部分 他说是为了要跟联邦政府雇员 共体时间 好我们刚刚这个 他的这个作为有能够带头作用吗 他事实上在他 他不是第一个国防部长海格尔 也把他总计加起来 有十四天的薪水 大概一万七千多美元也给了 当作是一种自动裁减 共体时间 我们以前国内也常常 大家都要共体时间 在美国他是真正拿出作为来 当然他这个奥巴马 这个共体时间大概百分之五 他四十万年薪的话 大概是两万块美金 两万块美金呢 就会这个到年底 他都要去这样做 先他预计第一波 这个自己减薪是到年底 但是美国的减刺 这个是不是因此 因为这个靠大家带动 其他官员是不是都纷纷跟进呢 我看其他官员未必会跟进 国务部长因为这个 他是才做没多久 凯瑞也是有钱人 也不见得就会跟进 过去也不是他第一个 这个减薪的减薪的总统 但之前过去的经验 甘乃迪就有 之前的经验有效吗 关乃迪减薪完全是 就是他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就是因为应付当年的一个情况 他提出一个减薪 去救助 他都是给慈善事业 他不能算减薪 他是捐给慈善事业 那么这次干 这次阿波巴马也是开支票 过去还有一个美国的总统 其实美国早期的总统 薪水不高 但一年是两万五千美金 像乔治华盛顿 那华盛顿还距领 因为他自己 我去过他的农庄 在华府没多远的一个农庄 Venon的一个农庄很大 所以他自己有钱不在乎 还有一个总统就比较穷 他也有一个小庄园 但是他有人专门导览 练他的日记 说他有一天很懊恼 因为一早就掉了一块美金 在花园里面 早半天都找不到 现在邮政 要邮票的压力越来越多 要回应选民的信 所以说他那一天掉了一块 也让他心情不好 可见他们薪水不是很高的 所以一直到 从华盛顿到Jefferson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早期总统薪水不高 但那个是一种公职 那华盛顿还拒绝做第三任 因为他觉得在农庄更舒服的人 除了简性之外 美国这个时候 还有办法跟老百姓征税吗 你讲他征税 就是征税是最好不要讲 一讲就更糟糕 还没做 还没实行 之前就会被人民批评的一塌糊涂 现在他只能去征富人税 还有可能 穷人已经征不到了 穷人很穷 有六分之一的美国民众是靠食物券 food stamp去换食物的 一个月也不过一百多块 一百五十几块美金而已 所以说现在美国人越来越穷了 所以说真的是 我没想到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失业 又没工作 而且按照联邦政府规定 你还要过半年之后一定要去找个工作 再吃掉 再领食 救济金 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 现在一个等于是金融海啸之后的一个悲剧 好 除了金融部分的这个棘手之外呢 现在美国还要这个伤脑筋的包括了 会不会还有一个下一个宾纳登出现呢 因为塔利班分子的袭击的法院 至少造成有53人死亡 欧马尔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宾纳登 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 时事求是带你掌握全球禁喜事 我是洪淑芬 有一群塔利班好战分子 在4月3号冲进了阿富汗一所法院 他们杀害了至少有53人 武装人员呢 还发动了袭击的目的 他们是为了要营救十几名 被送交法院审判的神学士囚犯 结果呢 这个袭击呢 那么在这个发现呢 引爆了很多的死伤 包括了两名袭击者呢 在车内引爆了炸弹 那么其他的武装分子呢 进入到了法院 跟保安人员呢 也发生了交火 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目前知道呢 至少也还有这个53人死亡 有30多人受伤 那么这是阿富汗一年多来呢 最血腥的攻击事件了 我们看到这个塔利班的势力 他好像是还是一股 这个不定时的炸弹 美国对这个部分 有任何的作为吗 塔利班的这个政权呢 本来是就是阿富汗的一个政权 那么因为呢 911事件之后呢 美国认为塔利班政权呢 跟这个宾拉登是挂钩的 事实上证明他们也是挂钩 美国就摧毁了塔利班政权 一直追捕宾拉登 一直追不到 到了2011年5月才把他杀隔壁 那么美国是这次也是另外一次证明 就是美国的报复力量是很强的 人家说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美国真是死花了十年 把宾拉登隔壁 但是宾拉登在那个被隔壁之前 早就已经是精神领袖了 他不是个实权领袖 所以说欧马尔呢 他是在这个塔利班 他是塔利班的负责人 当然其他 其他还有很多恐怖集团 那么并不完全受欧马尔的号令 但是欧马尔在阿富汗呢 还是很强悍的一支 而且他这个 他们都是赶死的战士 这个赶死战士 也是要靠宗教来 在他们出任务前呢 给他们很大的慰藉 给他们很大的抚慰 那么包括说天堂上 那个阿拉在等着他们 然后有这个 有美女 有这个美食美酒 在等待他们 那他们才会鼓起勇气 变成干死队 那么这次九个 我看到报道是有九个 这个干死队呢 去冲进去 两个人呢 引爆了在法院门口的一部 大型的这个车子 事实上就是炸弹车 这些人你们听说 身上面也摆了炸弹 叫做背心炸弹 这个也是蛮可怕 人肉炸弹 他摆在背心里面 穿在背心里面 外面还有衣服 那么为了是 本来说和另外一个 一起这个阿富汗政府军 隔壁的十几名 几十名塔利班的 这个 这些恐怖分子有关 但事实上后来证明 不一定是有关 这样有关也可能 因为他是在之后 去控制攻击法院 那么无关的就是说法 就是他本来就是要营救 十几名塔利班的 这个被抓的被抓的人 所以他去营救人资 最后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好阿富汗以前的政权 也曾经被塔利班给 这个领导过 领导过 那么后来是因为 九一事件之后 那么消灭了他们的势力 不过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了 到处流窜 到处流窜 对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领袖 欧马尔对美国来说 也有点是这个 宾拉登的这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他策划了 很多大型型 但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天天逃空袭 美国的这个无人飞机 都在追踪他 随时可以轰炸他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阿富汗的政务军 也在追捕他 那么甚至巴基斯坦 也配合 有时候也必须要配合美国 虽然巴基斯坦不是那么可靠 但也常常配合美国去追捕 所以说他们这些都四处逃窜 这也是美国的政策 就是让你到处逃窜 你就不可能好好想办法 来对付美国了 你就没办法去设计一个大型的恐怖事件 你天天逃窜的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策划 策划需要定下心来 然后训练各方面都要配合 现在天天 就是美国的政治 让你天天逃窜 假如真的美国发现不对 马上就把自己的国内机场都升级 升级就是说 从橘色的 我碰到橘色就是 这个皮带要拿下来 鞋子要拿下来 厚衣服全部拿下来 然后连厚的书 甚至包好了 他都要把它拆开来检查 他刚刚也没什么东西 因为怕他发X光侦察不到 所以那个就是 他内外一起来 这个惩治 这个恐怖分子 追杀恐怖分子 一方面 那恐怖分子不敢动 在国内敢动 也敢 稍微敢蠢动 马上就可能被逮捕 所以十几年来 美国本土没有发现 九一之后没有发现 大型的恐怖事件 到时候欧洲有一些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天天追杀你 追杀到他们 到处逃窜 那煽动 虽然美国不容易抓到 这个欧马尔 但他常常抓到二号三号 但二号三号 死完之后 又有新的二号三号 就是一号死了 也会有新的 所以说这个永远很难追捕 恐怖主义 本来就很难消除 但是连这个中共 他也担心恐怖主义 所以他跟美国 在某些方面联手 他主要是为了对付 藏毒 僵毒 当然台独是在台湾这边 所以他比较 比较美国联手 就比较不至于威胁到他 但是呢 这个藏毒 僵毒 也是他要消灭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跟中国大陆 是联手的 那巴基斯坦有时候 要配合一下 这个美国的一些要求 来追捕这些恐怖分子 欧马尔 欧马尔当然是 蛮厉害的一个恐怖主义 但他的号召力 不像宾拉登当年那么大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 虽然有这个实权 但是现在的恐怖主义 已经有点混乱了 恐怖主义到处都有 也不能说市伪 他只不过 因为天天被轰炸 他就拿不出一个 领导的架势出来了 天天逃窜 逃窜的人 怎么可能有领导架势 所以当然就比不上宾拉登 宾拉登之后 当然也是天天逃窜 他怎么跟他的党羽联系呢 以前可能用VD 有用画面的方式 现在都不可能 他都用最原始的方法去联系 因为所有最新式的 假如你看过全民工地 就可能 你就假如他不可靠 他当然是用最原始 靠人来喘 口信 当然他逃窜的地方很多了 所以说比较 而且他用完的东西 很多东西就要丢掉 假如用新的电子设备的话 一定用完就丢 要换新的 这样免得被追踪 短时间内就不会被追踪 长期就会被追踪 好 我们看到阿富汗内部 现在目前要怎么样来 这个自我保卫 我们看到这个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因为即将就要撤出 这个任务了 那么接下来 阿富汗他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吗 那么美国是承诺是在 这个应该是2014 就要撤出 全面撤出 但是撤出之前 他确保阿富汗县政政府的 一个安全 那么塔利班政府现在也在趁这个机会 这个也蠢蠢欲动 包括在希望 我不希望他是这样做 这样制造一些事端 是不是反而会制造成 北约或者是美国重新更改政策 要多留一段时间 像伊拉克的时候 那个时候 伊拉克因为恐怖自己本身 境内没有什么太多恐怖集团 有境区的恐怖集团都是外国进来的 所以说这次塔利班本来就类伸的一种恐怖集团 恐怖主义集团 那就比较复杂 因为他类伸的 他就跟当地的人民就有很多的联系 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掩护 比较跟外来的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说伊拉克的问题比较好 比较少见恐怖攻击 那么阿富汗 假如美军撤走或者北约盟军撤走的话 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 就是说因为他是类伸的一个恐怖主义 而且危害更大 好 我们看到美军或者是欧洲的军队撤走也好 那么接下来阿富汗他自己本身还会跟其他的 比如说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会持续吗 将来美国大概不愿意再派大的军队去 因为美军他现在都是采取小部队 小型的那种特种部队去进去协助 包括使用这个无人飞机去轰炸等等 那这个美国还会再继续做 甚至教导一些阿富汗人 这政府军的人去做继续做以前做的事 但是他自己不会派大部队去阿富汗 因为例子上证明 所有进入阿富汗的大部队 通通被歼灭或者是 或者都退走 从亚利桑大大地开始 到这个前苏联 到美国 没有一个英国也撤走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 是能够在那边长期留住 美国撤走是聪明的一个政策 他那个地形加上他有很多 那些那边的人民 大部分本来就对外来人不满 不管你哪一边进来 苏联进来也好 英国进来也好 美国进来也好 都不满意 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军 他可能在接下来撤走这个阿富汗之后 那么阿富汗他自己本身 可能必须要学着自己保 他现在就在训练 训练阿富汗政府军 就跟当年训练伊拉克 来协助他如何 这个阻击恐怖主义 或者反击恐怖主义 或者是如何制衡一下恐怖主义 不要让阿富汗政府军 在美军或者欧 这个北约盟军撤走之后 变成很无助 那就不是美国这个撤走的本意 目前恐怖组织除了欧马尔之外 还有其他的吗 当然有 这个全世界都有 中东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因为东南亚也是重要的来源 那么像南亚也是 这个中东南亚和东南亚 东南亚远到印尼 远到其他像菲律宾那种 反政府军都给广义的 作为恐怖主义 你说的是有部分是 恐怖组织 是穆斯林的关系吗 都是穆斯林 对 但也有像国家恐怖主义 像北韩当年就曾经 炸死了在仰光的 缅甸仰光的南韩的一些 高级军官 那也是国家恐怖主义 伊朗有时候绑劫持人质 也可以算是国家恐怖主义 所以说美国那个时候 把伊朗北韩都认为流氓国家 RESCOR这个state 这个现在来讲 小布希有很多人说 他没什么建树 但是小布希除了在他任内 八年之内 没有大型的恐怖主义 在美国本土发生 第二个建树是 他没有让这个南亚 东南亚还有这个 中东的恐怖主义 串联成具体的一个集团 也许私下的联络你可能挡不住 但是他成为 没有成为一个公开 这个成型化 具体化的一个集团 这可能也是小布希的贡献 奥巴马老师 是正好他认为 你看第三年就 把这个宾拉登隔壁 就可以把功劳揽在身上 但事实上 他那次 纪念会的时候 还特别 特别把 九一纪念会的时候 特别把小布希请来 他对小布希的成就 还是多少有点认同 宾拉登虽然是已经被击毙了 但还是会有下一个宾拉登 所以在美国 他其实也有几位的这个头号 几位他名单上面的一个 因为常常会有密报 让这个美国去阻击 或者是用无人飞机 把这些二号三号头目 打掉 那有时候因为 阿富汗 阿富汗政务军 有时候要这个表公 因为巴基斯坦 他要这个表态 总是告诉他一两个 比较次要的领导人 然后把他们杀掉 拿杀掉之后 当然又会有新的 所以杀了 杀不尽 杀不胜杀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恐怖主义的根源 不在于这个 就是说你杀了几个 恐怖主义的领导人 而是在于如何 消弭世界上的那些 贫富的过大的差距 贫富差距也会造成 像中东也是过大的贫富差距 也造成很多人不满政府 他们在国内行不通 因为国内的法律 把他们演他们到国外去 甚至恐怖主义 还有所谓的训练 有很多训练 以前利比亚在的时候就有训练营 专门训练恐怖主义分子的 美国卫星 现在当然利比亚的革命之后 比较没有了 他们一定会逃到底非地方 利比亚不能荣森 他就跑到叙利亚 叙利亚现在也是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然后这个阿富汗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大本营 另外东南亚 散步在东南亚地方 也有像印尼那边常常有爆炸案 或者是其他国家 马来西亚什么都有爆炸 就是因为恐怖主义犯的案 但是你要想消除根源 很难 而且就算你把贫富差距拉小了 把这个种族的仇恨减少了 也不可能说恐怖主义就是崛起 美国本土还有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 反社会主义也是恐怖主义 今天非常谢谢陈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详细的点评 谢谢教授